无论如何我们祈愿伤者平安死者安息 目前为止复兴空难已经造成23人死亡 其中21具的罹难者遗体送达了殡仪馆 目前现场最近情形连线记者温思汗 这种复兴航空空难目前已经有21具的遗体 已经送到了第二殡仪馆来 另外还有一具在北一 还有另外一具在第一殡仪馆 那至于在第二殡仪馆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这里 是已经聚集了许多的宗教团体 以及慈善团体就聚集在大厅的门口 持续的在诵经祈福 那另外二殡这边也已经在旁边 架设了这个灵堂 已经都已经架设完毕 鲜花以及椅子都已经搭设好了 那其实在这边陆陆续续都有家属抵达 来到现场陆续要来认识 不过根据我们现在最新的了解 目前是没有任何的遗体被认出来 因为根据了解 其实这些遗体大部分可能都是陆客 或者是从金门过来的 因此家属恐怕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 但其实在这里稍早有发生了另外一个插曲 就是其中有一位家属他来这边 其实他是可以确认说他的家人确实有搭上复兴航空的这班班机 不过他不能够确定说他到底是不是在二宾或者是在医院 因此在二宾门口想要进去认识却被挡了下来 一度是被挡在门外进不去 那经过几番的沟通协调之后 这个二宾人员才带他从侧门进入 那其实这些家属陆陆续续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情都是相当的悲痛 也相当的焦虑 就希望可以赶快来看看自己的家属家人 是不是就在这里 但是根据我们最新的了解 这21具的遗体 目前都还没有被认出来 因为其实根据复兴航空的名单来看 58个人当中其中就占了三分之二 也就是有31个人都是大陆陆客 因此这些陆客的家属恐怕没有办法在今天 就抵达台湾来跟二宾这边做联系 因此现在这些遗体都还在第二宾议馆这边 由五名检察官来相验 并且做冰封的冰存的程序 那么可能等待明天 等大陆那边的家属赶来这边来认识 一双现场最新主播 好 你所看到的是在殡仪馆的最新情形